文醫師 所以就是說腦部受創 其實是會影響到比方說記憶 語言 什麼各方面是不是 像他是右腦受創 所以他會影響左側 左手左腳 所以他剛開始應該很長一段時間 肢體不靈活 不協調 不過他算恢復得非常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 為什麼重創右腦 是左邊不方便 我們左側的那個運動神經元 是在右腦 對 然後右手右腳的在左腦 對 那也很多病人確實都會 剛醒來就是會很混亂 然後不認得家人 那尤其是短期記憶會很差 就是有些病人 他根深蒂固的記憶 或者說他以前很 他很 就是存 就是那個記憶的連結 已經存很久了 反覆訓練的那個回路 他們都還記得 可是新發生的事情 比如說剛剛一個小時前講過的話 早餐吃了什麼 這些還很微弱 那個連結還很微弱 他就存不進來 就或者說他沒有 就是那個短期記憶的回路 還很薄弱 就很容易忘記 對 那你出院多久才恢復記憶 其實那時候我的 我說我的大學跟高中同學 到我們家來看我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他們 我叫不出名字 但是 但是臉知道嗎 我會知道他們是我認識的人 我只能說我叫不出名字 就像剛剛溫醫師講的 可能就是我會對他們的 是有感覺說我可能是熟識 但是我無法一一的叫出他們的名字 所以我不會去排斥他們 但是對陌生的人 我如果看到的時候 就會就會知道說我不認識他這樣子 然後也像剛剛溫醫師說的 我那時候就是像國中 高中跟大學的同學 我看到認識 結果我回去上班 看到我的同事之後 是不記得我同事 因為那時候我才剛在那個公司 做一年多 才剛進去而已 所以又回去工作 半年後又回去 對 那知道公司 本來花給你多少薪水嗎 那時候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等薪水 薪資單拿到時候就知道 我連一個月本來給你多少 你也忘記了 不記得 不記得 但是他願意讓我回去 我就很謝謝他 對 因為那時候我剛出院的時候 有回去評估 但是不適合 所以他也是讓我就是那種在職的 就是勞工的那種職執的部分 讓我在家裡 對對對 然後在家裡休養了半年 那半年之後再回去之後 就發現說 好像好一點 但是我好一點回去上班是 我還是記不住 就是變成每天貼memo值 在我的電腦桌旁邊 對 隨時提醒 自己想辦法提醒自己 對 就是這種 你不能夠避免 不能夠去預防這個事情發生 你只能夠去想辦法去克服它 那是幾年前的事 十五年前了 這麼久了 對 十五年前 2008年的時候 那什麼時候才完全恢復記憶 完全恢復 其實我那時候大概也是 其實我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恢復 我現在也還想不起來車禍的狀況 然後 對 所以你知道我叫鄭大哥 我知道 看節目會知道鄭大哥 是是是 OK 可是你出院以後 你還是行動不便 而且還發生癲癇 癲癇其實是在醫院的時候 有發生過 所以其實我用藥用了兩年 就是醫生開的藥是用了兩年 但是其實我 我說我半年之後 我就回去上班了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每一個月 其實都是要拿藥的 然後要吃兩年 然後但是我在半年之後 回去上班之後 我再回去看診的時候 醫生就說 我的恢復也是出乎他的意料 所以算很好是不是 算很好 他說以我的狀況 跟那時候在加護病房 不是也是昏迷了這麼久的狀況 他說 他就說是算奇蹟 他當然會這樣講說說 是一個不是在他預料之內的恢復狀況 對 但是所以那時候 我本來半年之後 我再回去說 他就跟我說 我不需要每個月再回去看診了 所以他就變成三個月 才回去一次 然後用藥還是持續要用藥 對 但是我的整個生活 就是可以恢復到像一般正常人的生活 我的上下班也是正常的上下班時間 你的頭這樣子弄掉 然後又縫上去 這樣你多久才能又洗頭 還是可以洗頭 可以是不是 應該兩週 兩個禮拜就可以了 回去的時候好像會包住 因為是剃光頭 所以是有用那個包住 媽媽是成了稍微的 那包住會不會癢 我不知道 我也不記得 我告訴你都不知道 可能這樣 頭癢不能洗是很痛苦的 那個階段他還沒有洗 我那時候還沒 還沒真的完全洗 你很痛苦 我當下有請那個醫院裡面 專門洗頭的來幫我洗頭 不是這樣能洗嗎 他避開那個傷口 因為太癢了 癢到一個不行 那我好險我那時候是 癢大過於痛了 癢大過於痛 就是很不舒服 你就不能抓 對 不能抓啊 不行啊 你怕拉他 頭上有很多那個罐子 所以就只能請專業的稍微 他們會帶那個洗頭的那個盆子 然後水啊 你就是在那個病床上不用抖 你就躺在那邊 然後他就會幫你把它洗好 很享受啊 很舒服 真的 OK 那你說有屏東的朋友 幫你接去住一個月啊 就是我的大學的好姐妹 然後那時候 他就看我媽這樣子 因為我媽媽她在 我住院的時候 她的假都請完了嘛 所以她就沒有辦法說 我回到家以後 她還是在家裡照顧我 對 好 來 看一下照片 難得帶來了 這個是妳對不對 對 就是你們說 像圍棋 所以就找了一些以前的照片 這個是妳的朋友 對 韓國的朋友 是 這完全一樣的 這是妳以前的時候 以前的時候 車禍前 瘦的時候 瘦的時候才能 妳不會是拿圍棋的照片 來妳在那邊假裝吧 不是 不是 她應該更瘦吧 我覺得 她應該更瘦 OK 好 這是 這是妳車禍前 車禍前 這都是車禍前的照片 因為車禍後都已經 那個電線 好像喔 是 OK 這個玉慧是很漂亮 這個是我復健的時候 短頭髮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說我的同學 他們都會 就是那時候我會出門 其實我會很沒有自信心 因為我就是那時候 頭髮是整個剃掉 然後出去都會 很沒有安全感 也沒自信心 所以那時候我的高中同學 他們都很好 有出去就會帶著我 一起去陪著我 對 所以這是跟同學的合照 老師妳做人很成功 妳像我 我這個中學的時候 叫成績好的給我偷看 他們都不願意 我覺得 對 他們人緣應該都很不好 對 是 好 這裡是 好 這裡是以前 這是車禍前的 照我說 那場車禍應該很多人看到 那上班時間 對 還有監視器嗎 沒有 它是一條小路 就是街 所以也完全沒有人 所以還很謝謝 那個小姐看到我 真的很謝謝她 不過還好妳剛好 在醫院旁邊 速度快 對不對 馬街旁邊嗎 對 她過一個路 就對面就是滿